過過畫面可以看到 黑色轎車車殼嚴重毀損 隨便四散 擋風玻璃成蜘蛛網狀的破裂 顯然經過相當嚴重的撞擊 而轎車撞上的就是一輛機車 它倒在路中央 同樣嚴重受損 就可以知道 當時的撞擊力道有多猛烈 事情發生在今天早上6點多 台北市文山區的秀明路上 黑色轎車不明原因逆向行駛 撞上一面而來的騎士 甚至也波及到一旁的車輛 被撞的50歲騎士 當場失去了生命跡象 送醫急救 而撞人的則是一名22歲的男子 身受輕傷同樣被送醫 只是為什麼駕駛會突然 把車開到對向車道 是分心還是有酒駕情形 還有的警方後續釐清